欢迎锁定今天9月1号 在星期二晚上7点55分 为您播出新台湾加油 捷克的参议院议长韦德琪 在今天早上9点钟 在外交部长吴钊燮 包括立法院长游席坤 副院长蔡奇昌的迎接之下 展开了立法院的访问 同时发表演说 双方面在现场当中都清晰可见 他们佩戴着印有台杰 两国国企的特制口罩 而这一次韦德琪 在立法院发表演说里头 令人感到十分的 亚裔之外更多的动容 为什么呢 他引用的是 美国前总统甘乃迪 著名的西柏林 我是柏林人这个演讲为题 在他的演说当中 以中文说出 我是台湾人来做节语 来表达他对台湾 对自由价值的支持 当然今天立法委员 纷纷鼓掌起立 那么给予他的一个掌声 不绝于耳 为什么 为什么会引用 美国前总统甘乃迪 在1963年6月份 在西柏林当时的广场里头 对着至少四十万的柏林人 发表演说 我们稍后一一为你解析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 当这个演说 在立法院快速传开 同时 在中国的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他昨天的记者会当中 已经痛哄了 他说 中国绝对不会做事 不管 一定要让捷克参议院的议长 包括背后的反中势力 为短视行为做出比较沉重的代价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政治的投资行为 不过呢 在我们说捷克呛中开了第一枪之后 这样的捷克模式 未来在台湾的外交重大突破时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 捷克的参议院议长 昨天在政大的演说当中 似乎也传达这个讯息 他说未来 未来在各国的领袖 纷纷来到台湾 这是必然的趋势 但是这是在台湾跟捷克方面 不管在外交跟经贸方面 是不是有重大突破 另外一个全球所关注的焦点 台美之间 不只是外交军事在经贸当中 在过去二十四小时 也有重大的突破吗 首先我们稍后把时空人背景要看 昨天晚上 在昨天晚上九点钟 这是台美的视讯研讨会当中 在登场同时来自于美国的国务卿 亚太助理国务卿 这是史达维 他特别强调 台湾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现在透过了视讯里头的经济部长 他是王美花 他更强调了 现在是签署台湾跟美国 双边贸易协定的好时机 美台商会的论坛 九月二号要登场了 包括台积电的高层 通通都要出席 你知道吗 谈的是什么呢 美台商会所论坛的内容 不仅只与过去我们大家所关系的防疫内容 这一回要搬上台秘的是台美的供应链 供应链 好在这么重大突破的同时 我们看到共机扰台变成常态 今天特别邀请到前空军副司令 张延廷张将军来到我们现场 因为告诉你最新发展 昨天一度逼近了高雄外海 被记录到之外 现在更有人拍到一个惊人路线 八月三十号 捷克团的专机 抵达台湾之前 竟然在恒春外海一度跟共机的距离不到八十公里 连续多天了都在周边来飞行 应该怎么看这个态势呢 来邀请这几位来宾 来首先请问一下 从我左手边为例介绍起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艺术老师 小军好大家晚安 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艺廷将军 小军好大家晚安 网路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以及包括了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 董立文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民进党籍立法院范云老师 小军好大家晚安 国民党的国际事务部的副主任何志勇 小军你好大家好 观众朋友更多人要加入我们讨论 首先让你来看立法院的最新画面 捷克三院议长韦德奇一下车 立法院长游席坤立刻上前 手肘互碰并送上鲜花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跟在一旁 高规格接待 欢迎参访团 所有人按照社交距离先来一个大合照 也只有这个瞬间口罩才稍微拿下来 拍完立刻戴起来 而这一趟立法院参访 重头戏正是韦德奇的公开演说 我們想要讓社群活動 在獨立的 獨立的 獨立的 因為我們知道 每個預計的真實 每個預測的訊息 必須有 必須不足 最後再次出現了 最重要的批評 獨立的主意 或是想要解決 最主要的尊重 和尊重的尊重 除了肯定台灣民主之外 韋德錡甚至還準備這個驚喜 的 我覺得這是什麼 派對人的 都沒有我們自由 這句話 我形容最愛 是一場的 和佳新的 是 有的 第一場 下一場 和佳新的 我 的 osobně svoji podporu Tajwanu a nejvyšší hodnotě svobody. Abych skončil své dnešní vystoupení tady u vás, v legislativním dvoře, tedy u vás na Tajwanu, možná skromnějším, ale stejně důrazným prohlášením. Já jsem Tajvanec. Uoš Tchaj Wanzhen. Tchaj Wanzhen. Na těžství protište lepší stavio na těžství vystoupení tady uvizite jeně. Vyna svoji musí tady uvizite. Vyna svoji najčí tady uvizite. Já jsem žádný rejímavný vystoupení tadyc. Ježí tady zyplnějším. Na tadycom tu je u Také? Jadě toči, že je zultima vystoupení tady vystoupení. Ježí zultima vystoupení tadyum. Zulima vystoupení tadyum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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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dyumí. 分割了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是 法律是去保護 追求自由的人 法律不是去限制 或是命令所有自由的人 所以他要告诉大家 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 中国告诉大家 所谓的民主有国情之分 但是韦德奇告诉大家 民主不论是捷克 台湾 美国 在自由的空气之下 它是不是价值 有趣的地方是 在结论的地方 他引用甘乃迪在1963年 去西柏林访问的那一句话 这叫感同身受 待会我们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感同身受 寓意伸远呢 但是这一番话完了之后 全场站起来 鼓掌将近一分多钟 因为大家为之动容 我们把下一个画面来还原 这就是甘乃迪在1963年 6月的时候 去西柏林演讲的 这一句经典的名言 我是柏林人 为什么他要说 我是柏林人呢 大家知道在冷战时期 柏林身为所谓铁幕的最前线 柏林人时时刻刻 受到极权国家 军事 政治 还有各项的打压跟威胁 然后甘乃迪去那里 反问的时候告诉大家 很重的 重点是什么 你们不孤独 因为普世价值的 自由民主社会 是柏林人最好的后盾 所以甘乃迪当初要讲这样的话 的欲就在这个地方 结果今天的韦德奇 用这样的典故也想告诉大家 捷克人跟台湾人绝对不孤独 在现在共党威胁的状况之下 台湾跟捷克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 我们往下看 为什么德国 因为在冷战时期 我说德国是深陷铁幕之中的 这一点张将军最了解 1948年的时候爆发冷战第一场危机 叫柏林危机 简单讲苏联为主的共产世界 希望切断柏林跟西方的所有交通联系 以西方为主 特别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启动了所谓的空中运捕的 人类历史上最大空中运捕的 这什么概念呢 西方世界展现了绝对不跟威权 极权政府姑息养奸的决心 所以这个危机最后反而是苏联低头 但是当年柏林的确深陷在铁幕之中 接下来我们看 这样的打击还不够 1961年 苏联把柏林盖上这堵围墙 让所谓的柏林人勇决两世 夫妻或是兄弟姐妹因为工作 上班之后忽然发现 中间隔离的围墙 30年都没办法相聚 所谓的柏林围墙 也是所谓冷战的象征 也是威权正典的象征 但是30年之后它倒塌了 好 这是有关于柏林的部分 但有趣的地方是 捷克跟台湾 又有什么交叉点获释 又有什么命运共同体 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 捷克的主权被出卖了 这是英国首相张伯伦 他握了希特勒的手 亲爱就把苏黛德区 让给希特勒 张伯伦坐飞机回到英国的时候 手里挥舞这样子说 我们拿到英国人这一代的和平了 结果没有想到战争 一年之后就爆发了 1939年9月1号爆发二次世界大战 捷克看到这一幕点滴在心头 我们都往下看 这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村 捷克为了追求所谓的民主化 这场民主化是早熟了 因为下一场民主是1989年的 私隆革命 但是以苏联为主的华沙集团 用坦克车 用军队的力量 来镇压这场民主化 现在我们说到这边 有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台湾同时拥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我们走过冷战孤军奋战 也对抗共产党 但是在新冷战的时期 台湾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们跟捷克人一样 走过极权主义的白色恐怖 或是红色恐怖 所以今天捷克的议长 讲这样的话 基本上它是旁针博弈 而且是要讲给台湾人听的 也讲给世界人听的 讲给世界公民听的 同时也讲给中共领导人听的 什么意思呢 捷克跟台湾在同一条阵线上 大家都不孤独 现在被孤立的是什么 是铁幕里面的中国人民 因为美国现在的政策 是把中共跟中国 还有中国人民给区分开来 有趣的地方 我把这个当做 今天的第一段的ending 昨天的视讯会议之中 在我们节目说 为什么要开放美猪呢 就是台湾要跟世界接轨 昨天的这一场 经济跟商业会议之中 经济部长王美花 只跟大家讲 这个在传统基金会 所做的视讯 有三个重要的重点 我们跟美国谈什么呢 防疫合作 因为台湾的防疫经验 是可以当做公共财的 第二个供应链的互补 因为全球生产的供应链 在美中经贸大战之下 中国制造2025跟红色供应链 已经被打破了 在新的全球生产供应链之中 台湾要站在什么位置 如何跟美国互补 做个什么呢 洽签自由贸易协力 这不是指上台兵 这已经变成是既定的政治时程 蔡英文总统随即在脸书上 也告诉大家 台美今天合作的未来性 跟它的前瞻性 有趣的地方 9月才刚开始 台湾又跃上了舞台 简单来讲 不论是台美之间的双边关系 还有台湾跟中欧大国捷克 之间的双边关系都取得进展 而且滚雪球的效应正在发生中 什么叫滚雪球效应呢 捷克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 在政大演讲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这不会是第一个 我不会是第一个 因为昨天我在节目中告诉大家了 下一个可能是斯洛伐克 再下一个可能是修雅利 再下一个可能是波兰 这叫做中欧的民族转型 最重要的四个国家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荣幸的 也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台湾并不孤独 好 台杰跟台美 重大的外交跟经贸突破的同时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所谓的是未来的 欧洲的重要的国际政要 可能纷纷来台 这个捷克的模式传达出什么讯息 那么方老师 你今天自己在立法院 捷克的人口不到一千一百万 大概一千六十九万的人口 那么他的面积也不大 七万八千多平方公里 几乎是 那么也算是不大 算是两倍大 但是人口约略只有台湾的一半 怎么样来看捷克这个国家 那么更重大的一个外交 重大突破时 恐怕敢呛中国 在欧洲开出第一枪 所传达的意义又是什么 来 欢迎老师 我今天特别把我早上 就是我们在立法院的 这个外交部给我们的台湾 跟捷克的国旗的徽章带来 因为今天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动 在现场听完他的演讲 尤其是很惊讶的 他最后讲出就是说 用国语讲我是台湾人 就是说这句话 然后用这个方式来表达 就是说他对台湾追求 自由的一个支持 然后站在台湾这一边 那我想就是说 就像刚刚小军讲的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 他代表的不是只是 捷克这个国家 那先讲其实捷克 他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的 这个国的一部分 他们在二战前 其实是世界的第六大国 只在美苏德英法之后 那他们曾经做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当时在二战后 是最早跟中国 就是我们的对岸PRC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那这次疫情期间 他也是第一个跟台湾签署 就是防疫的 这个联合的声明 也就是说 从外交的地位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欧洲的外交先锋 所以这也像就是说 今天这两天我看一下 就是说各国的媒体 其实美国之音就已经讲了 这个维德奇就是这个捷克的参议院的院长 开了欧洲的呛中第一枪 这是他的用语 那其他像路透社 还有德国的那个媒体 印度澳洲的媒体都有报道 重点都是在谈 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团很大 因为他们来的不只是议长 还有副议长 还有他们的议会的教育 法律经济等委员会的主席 另外还有就是大学校长 跟媒体的代表 所以是非常大 还有当然还有那个企业界的代表 这么大一团的 那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说 欧洲在捷克在欧洲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先锋 那其实过程中 台湾媒体对我讲到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就批说 公开挑衅 会让捷克付出代价 那捷克的外交部长怎么讲 他说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虽然我们的总统 不一定觉得这个 这个外交型很重要 但是你们中国这样做 已经太超过了 他讲close the line 太超过了 这不是两个主权国家 应该有的话语 他就这样打回去 这不像我们台湾 某些政党 一间不一样的时候 都先骂自己人 他就是我们内部一间不一样 那但是你中国外交部 对我这样讲 已经超过了两个主权国家 之间的对话 那这位就是说维德奇 参议院院长 他在来台湾之前 他跟他们自己的八十九个国会代表怎么讲 他说他是追随着他们民主选出的哈维尔总统的精神 因为哈维尔被关过 他原来是一个艺术家小说家 他是民选的 就是说一九八九年之后选出来第一任总统 就是追求自由民主 刚讲到就是说他们被外强侵略 他当总统之后去拜访苏联的时候 苏联公开为刚刚讲到的一九六八年侵入 就是说捷克的事情公开道歉 那所以这位议长来之前告诉八十九个国会代表说 如果我们聚焦在金钱的话 那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价值 我们也会失去金钱 所以他这次才会讲 就是说他希望这一形式 开启了就是台湾走向欧洲的一个窗口 也开启了捷克走向台湾的窗口 所以我觉得他很清楚的看到 他在外交上要勇敢而且要追随价值 这个也会是捷克的经贸的未来 那来看一下台湾其实在欧洲的第四大投资国 就是捷克 第一名是德国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英国 那当他这么主动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可能超越德国荷兰英国 跟台湾的经贸了那回来讲就是说另外一个部分 就要回来讲因为他是欧洲新兴民主国家的代表 为什么要讲新兴我们知道老牌民主国家 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是二战以前了 很久以前的是那他跟我们一样在1989年 台湾那他们当时那个运动 其实公民社会包含学生运动 包含知识分子的运动跟劳工运动一起 然后一个和平民主化的一个天安荣革命 所以他昨天在政大特别强调 他也非常欣赏台湾的学生运动 野百合学运他也讲了太阳化运动 因为他看到两国的相像性 那这个新兴民主国家我们的特别点就是说 我们是人民争取出来的民主 第二个他们跟我们一样对抗过强权 被强权入侵过 第三个还有一个比较少讲到的是 捷克我们刚刚讲他是捷克斯洛伐克 两个国家一部分 他们在民主化之后 就在1992年跟93年 这个国家就用和平的方式 民主的方式 投票的方式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而且后来陆续就加入了欧盟了 所以他了解一个和平的分手是可能的 那大家把它叫做天鹅融分手 或者天鹅融离婚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在价值上特别不能理解中国这个国家 为什么老是可以讲 就是说台湾的独立不承认 如果其他的国家还干预别人的内政 就是所以刚讲两个主权国家 不可以有这种对话 所以我想他们在价值上 也非常能够认同 台湾对抗这个极权中国的精神 所以我想不管是从价值上 或者是外交利益上 那捷克都是欧洲的先锋 那未来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他的国家可能会效法 那这也是这个各国媒体在关注的重点 是当我们看到如果王毅做出这么强烈的一个放话 说会让捷克付出惨透的代价 但至少捷克的外交部长是不买单的 这个部分等一下董立文老师仔细再帮我们看 的确这个捷克的参议院议长韋德琪在建立法院当中 他一直强调面对这些立法者 他说每一名的立法者都要记住 每一项法律都是我们希望社会如何运作的一个客观描述 但是呢民主之下是民主运作 极权施架是极权运作 在世界各地的民主议会的主要人物 除了通过法律之外 也必须要捍卫民主原则 捍卫民主原则就等于捍卫社会的自由民主 我相信在演说当中 他特别去强调的是用一九六三年 前总统干了点这番话有他的特殊意义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我请教的是张将军 政把奴章在这个氛围里头 台阶之间的外交或经贸 极有可能重大的突破 而包括了台美之间 也有重大的一个进展的同时 这些具体的行动 我们稍后一一为你描绘 但是呢这个氛围里头又看到 怎么会这个时候有共激逼近的西南空域 而且呢扰台的同时一度 跟捷克团的专机竟然不到八十公里 来这样的讯息我们应该怎么看的张将军 西方的兵家克劳塞维斯有讲 军事是政治的工具 刚好他这次用这个军事 来这个就是到我们西南空域 来这边活动来表示他的政治的态度 有的时候他政治跟军事在中共来说 他是一个交互应用 他把这个工具灵活应用到 非常的这个纯熟熟练 那我们看一下 他这一次在中共的军机绕台的时候 已经这个是哈维尔的专机的路线 那他已经到了我们这个西南空域 大概是八十公里 八十公里换穿成海里 大概叫四十五海里 距离台湾的我们屏东非常近 屏东或高雄非常近 四十五海里距离台湾非常近 那我们可以看出 他有这个四个现象 第一个他平常的时候 是他由远而近 慢慢靠近 他进入这个规则之后 由远而近 第二个他由他这个油慢而快 他会先由慢速机 螺心桨飞机比较慢 到时候他会有千奇机会过来活动 他会做来做试探 第三个他是由我们由短而长 他以前的时候短时间滞留空 现在变成长时间在这么活动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个现象 那第四个他就换句话说 他第四个的运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做个小小结论 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 变成他以战训合一 以战待训 他机种轮换来这个地方 他以前的时候是东部战区的空军 有时候这个南部的战区的空军 他现在也要过来了 他把这个地方仗在哪里打 兵在哪里练 战训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共对我们的军事的威胁 由空中开始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破它 我们看下一张 下一张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他就是他在我们西南空域 在前天的活动 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 类似跑马航线 它的高度不高 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公尺 换算成工资的话 大概四千五百公尺 高度不高 为什么 他先慢后快 先慢速机过来 慢速机过来之后 以后变成快速机了 我们知道慢速机 他用空气五百 他也可以用运八海巡机 他也可以用KQ200的飞机 有反潜 有侦察 有海上巡逻 他有时候是兼师 来这边训练 那我们看看下一张 那下一张我们知道 它这个是 这个中共的军力的报告书 我们从中共军力报告 最近我们知道 中共军力报告书在9月1号 在今天的公布 它有几个特色 就是我们对中共的 它这个年度 从2019到2020 对我们的威胁有哪些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中共的军力报告书 最重要的是 共军每一天派遣海空的军机 军机在台湾海峡以西活动 还有中共对美国的飞机 逢舰必根 逢击必查 它有这两个现象 我们说这两个现象来看 它在台湾海峡 这中线以西 以后逐渐会到台湾海峡中线活动 甚至到明年后来会到台湾海峡中线以东 它会行续渐进 所以先做试探 先从一个例外变成一个常态 然后到最后变成一个现象 那对美国的飞机 对美国的军舰 它反应也非常的强烈 有军舰它一定要旁边跟到 它跟在 它跟在靠大陆一侧 它有个惯性 靠美国的军舰 它靠美国军舰西侧 如果是由北往南 它保持在它的右后方 如果是由南往北 它保持在它的左后方 所以它会经常应变 那我们知道 中共军力报告书 对我们台湾来说 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四点的威胁 当共机包括了中共解放军的军舰 不断在威胁台湾的同时 美国的军机 美国的军舰 也几乎都是一步一驱 张将军怎么看这个态势 这样的状况 对台湾来讲面临的是 事实上我相信这些状况 包括我们的空军 包括地勤人员 全面都是备战 都是一个 呈现一个非常紧绷的状况 久而久之 不会呈现疲乏的状况吗 这个态势你应该怎么看 它目前有两个早眼 第一个早眼的话 它是疲劳战 让你疲劳 空情人员 地勤也好 有警戒的 有地面战备的 有担任执勤的 有挂弹的等等 还有这些雷达战 还有这些 这些我们所知道的这些 我们所讲的这些 我们讲的蓝管官 蓝结管制官 这些都在全天候战备 从早上 从白天到晚上 到黑夜 都是这样子 然后它在西南 空域活动的时候 这些包含地面的 防空飞弹部队 都要进入待面 备战的状态之下 它这个是一个疲劳战 疲劳战也是一个消耗战 它让你消耗 你这些飞机要起来 又应变 你飞机有时候 要进场保养 发动机终点到了 飞机的终点到了 依压系的终点到了 起落架的终点到了 都要进入保修 它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你一个消耗战 一个疲劳战 一个消耗战 让你战力逐渐耗损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中共在这个军事 这个节奏调整之后 我们可能要把握几个原则 第一个我们要弹性原则 这个要不要派机去查证 它可能远的时候不查证 我们都要做这个分析 这个时候可能要做应变 这个时候可能交给雷达做监控 这个时候可能交给防空部队上 去担任这个任务 所以要非常的弹性 第二个要保持节约原则 我们这个兵力 有限的兵力 怎么样去做最大的发挥 你要保持一个节约 不能浪费 都发在节骨眼上面 这样子你才能够 在战力上不会有虚耗 因为它在消耗战 疲劳战跟消耗战之间 你要把握一个很好的原则 第三个 我们要活用准则 活用准则就是情报 我们看到中共的各种演习 美国的侦察机 不管是EP3也好 RC-135也好 或者E-8C也好 或者阿提米斯也好 都会在这边做侦察 为什么 它在做情报反制 因为只要美国的侦察机 去凌空的时候 中共所有的军事动作都暂停 都减缓 为什么 因为有些雷达不能开 有些部队上的运动 不能保持正常的速度 为什么 这要减缓 因为他的侦察机正在收集情报 所以这个叫做情报反制 是 质押你 这个时候就产生作用了 你不敢 这个时候有时候 你都活动了一打 这个警报的态势 对我们来讲 完全只是一个心理战吗 对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这个过去古人告诉我们 某种程度 我们绷紧神心 去因应任何状况 会不会也有传达正面的意义呢 张将军 依你这么资深的一个 飞行过多型的一个战斗机来讲 怎么看这个态势 对小军 你这个问题讲得很好 我们在面前这个状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要掌握中共的节奏 他有时候派这个飞机出海的时候 是派远的 派江西的 还是派广东的 还是派浙江的 还是派当面的福建 如果针对他远的派过来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可以 可以升空来干扰他 为什么 他流空时间相对有限 他远方而来 我们在我近敌远状况下 对我来讲是有利的空域 我们这时候可以做应变 如果他派近的飞机 直接从福建站起来 他流空时间相对比较久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能要派一些 比较慢速的飞机 跟他需号 所以我要在这个条件上 做弹性的一变 还有刚才小军所提到的 我们的忧患意识要加强 只要忧患意识 我们老百姓跟军人 能够相合在一起 这个战斗意志很高 这个我们讲过 身影忧患死于安乐 多难新邦 我们要有这个意思 我们的国家才能够 在安全系数上达到最高 军人的士气 也能够具体的提升 所以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士气 人民的作战意志 全意志 我们都要向上提升 是 来 非常谢谢张将军 然后请教的是温朗东 在目前的情势里头 不管是台湾跟捷克 台湾跟美国 或者是台湾现在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处在这样的一个 紧绷的情势里头 韦德琪来到台湾之后 我们说呛中开了 第一呛的同时 尤其昨天晚上在政大 政大里头 他怎么样去战扬 所谓的三一八学运 同时来说 欧洲各国的领袖很快 就会来访台咯 来 温朗东怎么看 韦德琪今天在立任这个演讲 其实就给中国 设死亡的宣告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是台湾人的根源 在于当初的时候 甘乃迪跑去西柏林的时候 所讲的我是柏林人 也就是什么 那时候的苏俄共产党 跟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其实做了概念上面一个连结 什么意思呢 在1963年甘乃迪去了之后 到了1990年的时候 其实柏林围墙已经可以通行 1991年的时候 苏联解体柏林围墙都被拆掉了 中间隔了多久 28年 所以维克齐的意思是 中共再过28年就会垮台了 中国可能装不懂 因为他听懂这段话的话 恐怕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 那也就是说 对于维克齐来讲 他从1990年到现在 30年的时间 才摆脱了共产党的 这样的一个纠缠 他很了解到中国共产党 就跟当初的苏俄共产党一样 会造成世界上面的一个危险 这也是为什么王毅现在在欧洲 一直被拒绝采访的原因 你知道王毅外交部长 他就呛维克齐 呛捷克 其实他自己在欧洲遇到什么 他去意大利的时候 意大利总理拒绝接见他 可能怕他身上有病毒 所以说用电话沟通就好 然后去荷兰的时候 荷兰外交部长当众就问他 新疆跟香港人的权益 结果中国躲到自己的网站上面去讲说 其实我们的民意支持度有90% 都是欧洲人不懂我们中国人只有多团结 然后接下来跑去挪威的时候 挪威的议员直接跑出来说 希望提名香港人去当诺贝尔奖 就直接又给王毅洗脸 去法国这个更好笑了 法国的马克宏跟王毅见完面之后 当没这回事 记者会不开了 也不宣布 让中国外交部自己去发演讲稿 去说单面的声明 因为法国根本不想帮中国去背书 这个就是中国在欧洲遇到的处境 捷克开了这第一枪意味着是说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就是过去苏俄在东欧所扶植 共产党会造成经济消强 跟人权上面的一个摧毁 所以国民党还去跑去 这个在这个时间点跑去 嗆美珠这件事情 最荒谬的是什么 因为我想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捷克当初一九九零年的这个时候 他们最大的一个控苦 就是说当初这个苏联所扶植 中国共产党有非常多的不当党产 他们人民非常团结一心 就把这不当党产在一百亿克兰 花生台币大概一百三十亿左右 慢慢的就收归国有 所以当国民党去跟捷克人去做恭喜 欢迎他们来的时候 头一头看看自己的党产 已经宣告这个危险 应该说党产条例核限 他们的不当党产 应该要归回国有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国民党应该认真思考一下 捷克跟他们的价值完全背道而驰 好长期受到了苏联跟德国的入侵 更能够体会在此刻台湾的处境 而民主背后所传达的价值 所以我想请教是这个东老师 你知道韋德琪昨天在这个政大演说时 他的确明白讲出了 我们协助你们台湾通往欧洲之路 而你们协助我呢 我们捷克这个国家前往亚洲之路 双方面在这个国际的局势当中 我相信捷克很能了解台湾的处境 而这一趟的国会跟外交的重大的突破的背后 传达了更是未来可能什么样的发展 来 董老师 好的 捷克团这次来台湾访问 除了说我们台湾的国际空间大突破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含义 就是说捷克跟台湾 有相同的民主发展的历史 就是说在巨大的集权 这个政府的压力之下 像这个捷克 他是在苏联的坦克车的威胁之下 去追求他的民主 我们台湾是在中共的炮火 跟飞弹的威胁之下 我们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民主 所以说捷克跟台湾 他这个等于是东西方的两个民主灯塔国家 我们都处于这个民主跟集权抗争的第一线 我们都处在台湾处于第一线 捷克也是处于第一线 所以这个捷克这个议长 他的一连串的讲话 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而且我说是全世界 他在来之前 他就公开说了 中共给他非常大的压力恐吓 但是他认为捷克不能受制于中国 中共越这样做 他越想来台湾看看 然后他要告诉中国 我不是 我捷克不是对你臣服的国家 我要是一个平等相互尊重的国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就讲这个有名的话 今天我们又看到了 民主自由的价值 跟唯利是图的价值 现在又冲突了 我就是议长 我选择坚持我的原则跟价值 不去数钱 不然有一天 我们会发现 我们一无所有 来之前讲的话 来之后 在政大 在我们的立法院的演讲 更加的精彩 那中共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压力 怎么样的压力跟威胁 我们说之前本来 这个前议长的遗孀本来要来的 之前还暴露出更多的危险的一个字眼 那中共给他的压力是什么 好 事先的压力 刚才那个议长你讲清楚了 结果刚好因为王毅 他就在欧洲 他在欧洲 他就公开的说 这个捷克的议长 这种行为 是在跟14亿中国人为敌 然后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情 王毅昨天也在同个地方说 也在威胁挪威 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 以后不准颁给中国的异议人士 所以你看 王毅在说什么 其实捷克的这一次的来访 刚好触碰到 踩到了中共 他最脆弱跟最害怕的地方 两个国家 台湾跟捷克都一样 都是在反抗共产主义极权暴政 而成长起来的 所以王毅这样讲的话 马上得到反效果 这个捷克的外交部长 这个人我要强调一句话 他其实是亲中的 因为捷克的总统亲中的 他的内阁政府是亲中的 可是他听了都受不了 他就说 你这番言论 王毅你刚才讲的那些话 已经太过头了 要求这个中共 驻布拉格的这个大使 赶快出来解释 下午的时候 捷克市有一个区长 发了一个公开的声明 要求王毅这个小丑 24小时之内 跟我的议长道歉 所以也有这种事情 但是我要强调的 其实捷克的这次来访 他在鼓舞全世界的反抗 共产主义极权国家的人们 他特别议长 特别告诉我们台湾 你们台湾 自由正义真理 是你们台湾的保健 跟盔甲 你们要好好的珍视 你们保健跟盔甲 我觉得讲得好极了 最后一件事情 那更有趣了 这个是美国之音 有一片专文 他说 这一次中国 为胁迫外交司令 这个捷克的议长来访 恐引起欧洲其他国家 群起仿效 连锁效应 将北京当局更头痛 这里面就又要讲到 这个议长在政大演讲 他里面有一段话 他说2004年 我们的前总统哈维尔 来台湾访问过 到今天我们才来 我们迟到了 但是我相信民主国家 要相互的支持 要相互的帮忙 因此他也支持香港 他也支持白俄罗斯 后面 我相信现在欧洲各国的领袖 以及欧盟的高级的领导人 现在应该意识到 你们也迟了 后面也会相聚 来台湾访问 这段话什么意思 其实这段话 他会让欧洲现在的那些 所谓的民主的 所谓的老牌国家 英国 德国 法国都一样 惭愧 你继续讲到 你们欧洲其他国家 在民主自由的价值 跟唯利是乎的价值 你选择什么 所以说我认为 他会产生很大的效应 我还在强调 其实这个事情 从今年六月 不只是捷克 比利时的国会 通过决议案 因为台湾的自由民主的成熟 成功的故事 所以比利时国会认为说 要跟台湾要进一步的交往 不能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英国七月份 英国的剑桥市市议会 通过同样的决议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整个欧洲此起彼落 我觉得2020年的确是 我们台湾的国际空间 大发展大开拓的时代到了 台姐的外交重大突破的同时 让我们联想到 卫台的经贸的合作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董老师 以台美来讲 如果我们和蔡英文总统 在上周五的下午三点半 宣布了美猪牛 要开放进口的同时 警戒到昨天到今天 台美之间也非常多的 重大事件在发展 我刚刚特别强调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包括在昨天晚上 九点钟的视讯里头 哇 这个王美花也认为 这个时候正式跟美国展开 双边贸易协商的 大要进的24小时 48小时当中 来 怎么看呢 这些具体的行动 当然要看一下 国民党好像还是不以为然 来 董老师 美猪跟美牛的问题 其实美国 就算我们台湾开放美猪 美国输往台湾的 这种所谓的美猪 其实一顿而已 根据过去的记录 一顿一千公斤 什么意思 美国在意的是贸易的公平性 而不是那个美猪的商业价值 拜托我们台湾 对不对 我们市场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不在那个商业价值 而在那个贸易的公平性 这个贸易的公平性 一打开 你马上就会看到 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 两位助理国务卿 一位是说这个 我们的台美之间的高阶 这个经济会议要开始 要赶快进行了 而且准备要来 未来签这个BTA 双边贸易协议 来重组 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供应链 制造链 以及台美各方面的合作 这是经贸方面的 其实更重要的 还有这个美国国务卿的这个这个助理国务卿 史达伟 他重新解释什么叫六项保证 我们都知道就是中美建交的三个公报里面 就是所谓的八一七公报 看起来表面上对台湾的伤害是最大的 好像说美国有答应这个要逐年降低对台军售 直到停止 所以今天这个美国方面 川普政府受不了了 由这个史达伟 助理国务卿 那是正式的政策宣言 这可不是学者讲话 他重新要还原一九七九年 到一九八二年 那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强调六项保证 才是美国的这个台湾政策的重要的基石 我们其实有开放他们进口 我们是为了国人健康 所以没有开放他们的独株进来 所以如果说要做到对等的话 其实他们还是应该接受我们的租出去 赵立真说 捷克这些人 是个十四亿中国人民为敌 他们只要用付出程度的代价 断交啊 有种你断交啊 你断交 我从华民国马上跟他建交 你有种跟他断交嘛 你有本事跟他断交嘛 我们其实有开放他们进口 我们是为了国人健康 所以没有开放他们的独株进来 所以如果说要做到对等的话 其实他们还是应该接受我们的租出去啊 今天我们对租的开放 我认为如果民众不能体会到 时空背景的改变 我自己个人我觉得 对不起 我们没有 没有没有好好地跟你报告 除了这个六项保证之外呢 另外AIT也公布了当年的 也是涉及到817公报里面的两个电文就对了 用当年的元党 这两个电文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美国方面对817公报的理解 第一个是美国要不要这个销售武器给台湾 是看你中共对台湾的承诺 和平解决的承诺 有没有实践 你如果没有和平解决这个旗舰的话 我美国对台的军售是会增加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美国销售给台湾武器的数量跟质量 是看你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的这个程度 你的威胁程度高 销售给台湾的武器质量跟数量 也会跟着高 所以说这什么意思 这是重新再告诉这个中共 你不要随便乱解释 那个817公报 你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你讲的 那是在扭曲历史 史德威讲的不是我讲的 他要还原历史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意思 所以以后不要乱解释 他们的为准 好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他这个美国重新解释 他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一个中国政策是往前大要劲 我听起来好像美台第四公报 什么意思 以后美国销售给台湾的这个军事关系 或者武器关系是根据你中共的这个威胁而定 他其实我觉得是在重新解释当年的817公报 跟六项保证 六项保证其实原来讲得很保守 就是说我保证不会 美国不会去逼迫你台湾 这个去跟中共谈判 我不会当调人 我不会在卖你中共武器 卖你台湾武器之前 先跟北京商量 原始的六项保证 其实讲得很保守 但今天这个史达伟的解释 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是一个战略的清晰 就是告诉你中共 我的一个中国政策 跟你的一个中国原则 现在看起来距离越来越远了